这个Android的Manifest这个档案 然后要做两件事情 一件是什么 加这个原件库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Google API 加进来之后 它不会自动帮你把它加到里面 而你必须要自己设定 第二个呢 网路的这个权限 那你想说 为什么要网路的权限 因为Google地图是属于 所谓的连线地图 不是离线地图 所谓连线就是指什么 它随时要从网路的那个server上面取得地图 所以你会发现呢 你们在找地图的时候 它会delay一下下 比如说你现在找 我们现在这个台北 这个海洋技术学院呢 它现在已经 如果你现在换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找 比如说像礼拜一 我会去德明 德明科大好了 OK你会发现呢 它是慢慢展开来 也就是说 它这个地图是 去那个Google Map的server上面 要一个地图出来 那这边也会出现 那你会发现 其实你找任何点 它现在Google呢 我觉得它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功能就是 在手机或者在网路上面 都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分数 你会发现呢 你们可以查一下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分数 最高分是30分 那像这个学校 我给它28分 而且还有所谓的评论 你把这个评论点开来的话 其实呢 它这边呢 都会去评论这个学校 好跟不好 也会秀出来 那举凡说 食衣住行 像餐厅 或者像你要去住的旅馆 或者是你要去任何地方 学校也这样 都会有个评价 那我觉得 这个Google Google的地图 它已经不是只是地图功能 那将来 还会有任何的评论 那我刚查了一下 这个我们学校 目前五个评论 不过点进去 好像没看到任何评论 而且也没有任何评分 那目前可以 完全没有 而且上面也没有地图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 学校要很积极去做 因为这个部分 如果校外人士呢 第一个他也会看到 这个里面的内容 那除了在网络版本上面 看到之外 这个是非常重复的 但是我们是不可能 是在网络版本上 那我们不可能